咱们正常行驶 注意看右边一辆霸道直接冲到咱们前面 然后就开始踩刹车 还好咱们车主反应快 要不然就和他追尾了 这个霸道车真的是有毛病 你看他又是一脚刹车停下了 这不是故意堵截咱们吗 车主也是脾气好 想变道超了他 结果那个霸道也开始变道 接着又是一脚刹车 我的天 你虽然开个霸道 但是这操作也是太霸道了吧 也就咱们车主脾气好 要是遇见爆脾气的车主 绝对一脚右门教你做人 故意憋车 哪怕咱撞上你 也是你全责 高架上面注意看左边这个白车 一直跨着线行驶 咱们车主一直按喇叭提醒他 他就是不行 还一直往咱们这边挤 咱们车主一再忍让 并且不停地按喇叭提醒他 可他依然是得寸进尺 完全不把车主放在眼里 既然你这么喜欢没事找事 那咱们车主也不会惯着你 这下出心了 你都给机会了 那我肯定得把握呀 注意看前方红灯 右边这辆红车就这么冲了上去 走到一半可能感觉不对劲 突然就停车了 越想越害怕 然后他又开始往后倒车了 我的天 大哥 你这不是技术有问题啊 你这是纯纯的眼睛有毛病啊 我劝你还是把车卖了吧 你更适合走路 注意看咱们准备走ETC下高速 左前方的白车 看到咱们过来 一把方向拐到了咱们这条车道上面 车主安全意识比较高 直接就停车了 这很明显 那个白车就是想蹭咱们的ETC 咱们车主直接就把他给识过了 看到车主没有往前开的意思 那个白车也就停在那里不走了 大哥 就你的技术还想蹭ETC 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 车主也是不跟他计较 直接变道躲开了他 提醒大家 下高速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观察 警方这些蹭ETC的 真的是太没有素质了 前方红灯咱们停车等待 结果咱们刚停下 前面的白车就起步了 我的天 大哥 前面执行是红灯啊 你在这里等的好好的 怎么就等不及了呢 真的是搞不懂 你等都等了 还差那么几秒钟吗 这次是你幸运 没有发生事故 但是你能保证 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吗 千万不要闯红灯啊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 城市道路有路灯的情况下 是不允许开远光的 你看对面那辆车 就这么开着远光过来了 车主一直闪灯提醒他 可他依然我行我素 咱们车主也是有脾气 直接接着双黄石线 堵在了他的前面 虽然车主的做法不对 但是这可能是最直接 最有效的打击远光狗的办法了 提醒大家啊 合理使用灯光 安全第一啊 最后一个 注意看 咱们右前方这个白车 一直在踩刹车 你看他转向灯也不打 就要变道 咱们车主为了逼让 差点就撞到了马路牙子上 虽然两个车子没有发生摩擦 但是他们都停下了 那个白车微微操作 还脾气大大很 不看到吗 跟鞋记录一样 你干什么你 我正常的 这是我的道理算吗 果然和女人讲道理 是最愚蠢的选择